歡迎來到球韻節錄影節目的時間 遲來的利物浦對阿仙奴賽後平 經歷過一場激烈的大戰 領先兩球 不過最後一刻被追回成2比2打和 只能夠得到1分 相信對於阿仙奴球迷來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領先最後失守 心裏一定不是美如 尤其是下半場的表現 似乎大家的球迷都不太收貨 都要沉澱一下 不過首先要再次多謝69位阿仙奴的球迷朋友 再加2位利物浦的朋友 一起見證這場大戰 裝了小弟的體博派對 再次游沖地多謝大家的支持 不過月底本身有一場對車路士的比賽 本身是4月29日星期六 晚上12時半 還打算撞上五一場假期 看球派對都適合了 誰知因為查理斯王子 要加綿 令到倫敦的警力有點吃不消 所以有些大戰要改期 包括阿仙奴對車路士 將會順延至5月2日 即是一場週末 就變成週中的深夜三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沒有辦法了 搞不到看球派對 我再看之後的比賽 對曼城那場關鍵之戰 在對車路士之前 又是凌晨3點 所以 沒有辦法了 之後我看到那些可能就是 對紐卡蘇 或者對著白禮頓 都是星期日晚的11點半 但第二天 大家都要上班上學 我就不知道大家 如果搞體博派對 一來又不是BIG6對決 二來又不是一個很漂亮的時間 因為可能第二天大家要上班 所以這一刻 應該很難可以搞到一個 去replace 這場對車仔的看球派對 如果再搞的話 才再公佈 報了名 雙鳥娛樂 即是看這場加車路士 或者只報了 月美對車路士的一場 大家可以留意著 電話 稍後我就會 逐一跟大家聯絡 去安排退款 或者是改第二場的事宜 另外也恭喜三位得獎的朋友 那天就鼓中崩位置 是拿到今場比賽的第一張王牌 分別就是得到一本比賽場刊 一張富安健陽的海報 以及一個亞迪達的項巾 正式開始這場賽口評之前 都是那句 記住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小弟的youtube channel 小弟的訂閱數字 應該差百多個左右 就可以上到九千 距離年底 過一萬的目標 又近一步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分享這個頻道 給喜歡看球的朋友 當然如果身邊有 阿仙奴的球迷 又沒有追蹤 更加記住要叫他們 去subscribe 另外還有follow 這個ig page at go upbo live 我們看看這場比賽 我自己在賽口 就寫這個文字的賽口評 覺得它是一場戰術的盛現 也覺得今年英超其中一場 最高質素 最高水準的比賽 但是有些球迷就不太認同 不過就沒所謂 這些是大家看球的stand-up 或者覺得一場球好不好看 可能有點不同 可能有些人覺得自己外隊贏球 才是好看的 或者可能有些人覺得外隊下半場被人按住來攻 那場球就不太好看了 帶我看一些專業 或者是外國專業的twitter 或者是TA 他們都形容這場球的tactical battle 相當之精彩 阿迪達擺一個類似3241的擺位 在戰術上面 有一些特別 而GoPro亦都制出一招比較特別的招數 就是把阿諾收入中間 在干拿迪和雲迪克中間 這件事我們稍後會再去探討 看兩個領隊的角力 另外還有這場球的張力intensity Saga和阿諾引爆出來的火花 大家的physicality 今場很多球都去到很盡 然後又有一些柴魚飯後的話題 旁證無緣無故開爭 藍絲到最後有一些神咎 個別球員有一些派交的跡象 雙方去到最後 其實是有條件 全取三分或者一分都沒有 我覺得這場球真的有很多元素雜魚的神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這場球是今屆其中一場最精彩的賽事 對於阿仙奴來說 當然 當然賽後也可能 都不知道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開心的就是藍絲到下半場的屢次神撲 為球隊取回一分 但不開心的就是這場球 其實差幾分鐘可能是拿到三分走的 這場球看回HG方面其實也挺誇張的 利物浩因為下半場的狂攻猛炸最後是4.64HG 對阿仙奴其實只有1.54HG 全靠就是阿仙奴上半場 叫做入得快 先聲奪人反客為主 不算是機會太多 但就是把握對方的失誤 就趕快進入了兩球 這些也可以稍後再詳細探討一點點 這場球一開始 首先大家都先禮後兵 由於是希斯堡慘劇的周年 所以大家在賽前 雙方球員和球證都圍住了半場 向當年的97個遇害者 是默哀的 而其實賽前 阿迪達也有聯同奧特加特隊長 去到希斯堡門口就放下了鮮花 紀念 而阿迪達也很尊敬 大家有看的話就會知道 他掛著97這個數目字 就在胸口中 看回這場球 其實對於兩邊來說 都是一定要得到3分 對於利物浩來說 如果這場球拿不到3分 基本上都可以肯定跟前四是無緣 同樣對著阿仙奴來說 這場球如果拿不到3分的話 就很有機會被曼城從後趕上 雖然賽後這場球 阿仙奴仍然排在榜首 而看回雙方的正選陣容 也不算是太大的意外 因為薩烈巴未能夠趕快復出 所以賀頂就繼續頂他打正選 至於大家前面的3個估計了一輪 最後都是把東貴加盟的托莎先放後備 而相遇復出 上場也是梅開爾道的耶穌仔 就是擔正打箭頭的 踏著他就是馬天尼利和薩卡仔 至於利物浩方面 其實3個中場可能比較意外 居迪斯中斯竟然是 繼續有這個正選的位置 相遇的泰亞高就是暫時放在後備 另外阿仙奴的黑星 阿費明盧這場球也是先列後備 而亦沒有用到達雲斗尼斯 反而用了祖達和加普 就踏著沙拿 叫做前場的三叉擊 上半場 為何頭段來說阿仙奴是明顯 比利物浩佔優 以及大家初段看到場比賽 都會為利物浩的球員 而感到擔心 而同時也覺得阿仙奴似乎 真的很有決心 要今場球破到 雅菲露的魔咒 破到亞迪達的心魔 因為賽前 對上一次贏到阿仙奴 對上一次雅菲露贏到利物浩 已經要數到2012年的時候 無論是阿仙奴 還是亞迪達本人 對著 在雅菲露坐陣的利物浩 似乎都有一個很大的心魔 上半場你看到阿仙奴 很積極地做一個 主角圖 即使是領先1比0之後 這幅圖大家就看到 基本上是一個對一個 馬天尼就埋上去 迫著這邊的高拿迪 然後耶穌 對著這場收入中間的阿諾 沙加對著法賓奴 Party都壓到上來 對著居迪斯中斯 另外薩卡 對著羅伯神 歐特哥特 對著門將的艾利遜 反而這邊的利物浩 除了迫搶 做得不算很積極之外 其實遮線都做得很差 譬如這個球 當加比爾 左中堅 拿到球的情況下 你會看到 雖然沙拉和加普 明顯就有去撲 但他們撲 其實就有少少 在做樣子而已 因為 基本上這個球 明曼明曼全比伸增高 這麼簡單 而有兩個球員洞在 他們竟然是 無法接觸 輕易被阿仙奴打穿了 繼而伸增高 就可以推著 向前發展 比賽初段 你就會看到 雙方在迫搶的成效 切換都差很遠 這件事 你會抱今年的一些通病 就是 當然你可以說 後防 其實老實說 去年是不是很好呢 都已經不是很好 就是 一向個別的球員 例如阿諾 或者重傷員的 雲迪克 都給人的感覺 不是太穩定的 但是 上年 中前場的時候 那個迫搶做得好 可以做到第一個屏障 但是似乎今年很多時候 連這方面都做得不好的時候 輕易被人打穿 就導致自己的後防 有更加大的壓力 而今場比阿仙奴 另外一個 看到戰術上面的安排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馬天尼利 其實呢 很多時候 都埋入中間的位置 那麼 可以說是純粹推奏 因為這場比阿諾 是收位進來中間的 進攻的時候就更加明顯了 基本上他是一個 Double Pivot 他跟 牽達神 就是一個中場的組合 去分球派牌 這件事是高普的一個嘗試 待會再討論一下 究竟TAA在這方面做得好不好 但是 馬天尼利作為 對著他 他在防守的時候 也都自然地 就收入中間 而在反擊的時候 其實馬天尼利就不會 立即 轉回左手邊 譬如這個 1比0的入球 在入球30秒之前 你看到馬天尼利 其實正正就是 最近就是對著 阿諾 他是在一個 球場上 中間的位置 然後 薩卡仔 跟阿諾加特 做了一個配合 這個時候 你看到 攝入中間的 也是馬天尼利 反而就是 本身應該是中間的 耶穌仔 這一刻 其實就是在鏡頭 在比分下面 拉到好左手邊 在左翼的位置出現 而 也利用了馬天尼利 這個速度爆炸性 製造到一個混亂 羅伯神 哪怕去到最一刻 趕到 依然都不能夠 阻止這個球 這裏其實就是利物浦 是救了人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 三個阿仙奴的球員都很輕易 就可以打穿到 利物浦的防線 即是很 DISORGANIZED 收一些位置 收得不夠好 遮線又遮得 做得不夠好 亦都是馬天尼利 發揮到他的速度 這個球場可能 如果是耶穌仔 攝入來 就未必有 這樣的效果 同樣 2比0 的比數 這裏 你就會看到 有這場球利物浦的防守 就是 阿諾收入來中間 雖然防守的時候 他都會偶爾 比如這個球 你看馬天尼利在那邊 阿諾 因為壓得上 他都嘗試去跟 但是高拿迪 這場球 很積極地 是為阿諾身後 去執事 當然 你可不可以用 屎來形容 這個其實是一個 戰術部署 大家很多時候在 批評 或者說 TAA 簡直就是利物浦 防守的黑洞 因為他經常被人打 身後 又或者是 防守意識很差 有時也可以是一個 戰術的考慮 就是 高普 進攻的時候 operate 他不是有閘的位置 當 如果被人 搶那個球 斷腩打反擊的時候 他當然 沒有那麼快可以塞回 他本身的位置 因為他本身是 收入來中間 但是就要利用其他的球員 去幫他保衛 這場球 你就見到 高拿迪 就經常去做這件事 但是這個球 最後 馬天尼利 都是比高拿迪 阿波羅多的球 而這兩個對一個 其實都比馬天尼利 出到這個球 他的落點相當之靚 也找到中間的 耶穌仔 在這個時候 你又見到 馬天尼利又回到左手 你就見到馬天尼利 跟耶穌仔 那個位置的 互換 也都見到 那個配合 是做得相當之好 我剛才所說 就是高普 怎樣去match with Arsenal 這個3-2-4-1 進攻的陣形 就是 阿洛和法芬奴 打一個 雙組織中場的 角色 你會見到 就是進攻的時候 剛剛都說了 就是會收入中間 所以今天 你就會見到 很多時候 阿洛會 站在上圖的位置 就是 Half Space 45度角的位置 就用他比較好的 傳中能力 嘗試去出 45度角球 希望 近處 或者尾處 有球員 接應 托返中間 都可以是一個威脅 防守方面 你就會見到 要上去右閘的位置 這幅圖 就更加可以 conceptualize 轉變 如果將TAA 收入中間 就變成 雲迪克 以往就很喜歡 長傳 給阿洛 然後阿洛 在邊線 推 那就沒有了 這支歌底唱了 雲迪克 或者阿里遜 如果要大腳 就多數都是大腳向前 要不就找中間的 阿洛 去比 當球上了第一陣子的時候 阿洛也會再壓前一點 在沙拿後面的Half Space 他就不是拉到好邊 相比羅拔神 其實阿洛的位置 你明顯看到 就沒有拉到好邊 在這些比賽的build-up 圖中 就可以看到 阿洛的定位 究竟是怎樣 似乎高普的安排 其實 是可以彰顯到 阿洛 他自己本身的長處 同時間 法斌奴 和高拿迪 也可以拉到邊一點 去打 高拿迪 本身在cover 閘位的防守意識 這場 真的不錯 而當 防守 防守 阿洛 打反擊的時候 如果 TAA在中間的話 回防速度 亦會比較快 可能 可以導絕到阿洛 打比較直接的 中間去的反擊 有個阿洛在中間 相對上 速度 比較快 補多一個人在中間 就沒那麼容易 比阿仙奴前面的兩個球員 去打個反擊 至於在阿仙奴方面 這場 這場球 值得留意 新增高打中間 進攻的時候 不是什麼特別的大新聞 大家都知道 為何新增高 取代了泰亞尼打正選的位置 主要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 因為他 在中間的中間 是一個組織的中場 是幫助到對球 增加了很多 但是要留意 進攻不驚訝 但是防守的時候 新增高 是標準 軒達成的 你會看到 誰去看著沙拿 那個 就是加比爾 這場球大家留意一下 大家記得手循環的時候 當時虎翁健陽還健康康 迪達有個奇招 就是虎翁健陽打個左閘 然後整場球就釘死沙拿 或者盡大可能地 減低他的威脅 都成為他 其中一個 戰術吊動的 一個街話 但是這場沒有 富安在這裡 擺了一個 可能一對一防守 比較差的新增高 所以更加多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原來對著沙拿那個 就並不是 原本打左路的 新增高 新增高在防守的時候 依然都是 在中間的 反而就是加比爾 更積極地 他撲出去 是一對一 嘗試守住 這邊的沙拿 當然 新增高這場球 我想最後 大家會救命 他的地方就是2比2的 那個球 明顯被 阿諾爆破了 所以才會有 出球 才會有廢明爐 頂入 但是公道一點 說整場球 新增高的表現 我自己覺得 上半場 其實看得不錯 很多時候進攻的 環境 都是由 新增高開始啟動 還有薩卡仔上半場 老實說 就有少少被 避免 但是叫做有幾下 他可以拿到 球 都是靠 新增高的轉向 或者是 捕捉到他 在右路 才令薩卡仔 多點碰球的機會 你會看到 加比爾 甚至乎 比賽初段頂先的一球 他都 很大膽 壓到很上 想一下這個位置 如果被人打穿了 其實就麻煩了 因為後面就只剩下賀定 這些很慢的球員 但是加比爾 是夠 夠無盡 阿迪達 亦都 授權 叫他 不要緊 放膽 沙娜在後場 就壓到上去 這件事 至少在上半場 來說 是收到一個 很好的 效果 剛才說到 這場球的薩卡仔 其實就不算太多的機會 這件事其實呢 貴初的時候 都發生過 長遠來說 阿迪達可以再研究一下 大家有沒有發覺 當前場的三個 如果是耶穌仔 馬天尼利 搭著薩卡仔 的時候 薩卡仔 有時就會 是被人 獨立了 或者被人 孤立了 好像沒有什麼 波動 馬天尼利和耶穌仔 火花默契 甚至乎 撞著沙家 相當之好 但是呢 overload了左邊的情況之下 右邊 就比較少會用到 這場球難得 就是上半場 有一下 就是耶穌見到 薩卡空曬 斬了過來 薩卡仔 然後 再斬進去 找回 入攝 的 耶穌仔 剛剛給了他 他又打算給他 但可惜這個球 整個心思 整個佈局 做得相當之好 但是耶穌仔 就是 最後一刻 不過 之後 他也接應 馬天尼利的全中 成功為球隊 頂成2比0 其實那個球 雲迪克 脫 也脫得很重要 那麼那個球就要感謝雲迪克 雲迪克在 失量的情況之下 都有一些很慢 好像在那裏吃個豬油膏 只有個望子 好像完全是動不起來 或者是就算看到 旁邊有人跑 也好像 不太想去追 那麼這場球雲迪克 也受到很多的批評 那麼 作為利物浦的民宿家曆茶 賽後 也都是為雲迪克辯護 就是說 人誰無告 這份最強的中堅 最強的中堅好像以前的維迪 都可能有一些大戰 打得比較差 那麼他就說 其實雲迪克就更強 比維迪 當然會引來很多萬迷的不滿 或者覺得不認同 我自己就這樣認為 我認同加曆茶就是 雲迪克 帶給利物浦的影響 或者心願是大的 你看到利物浦在沒有雲迪克 和有雲迪克 你會看到之前利物浦贏到 經超冠軍 叫做史上第一個 就是全靠有雲迪克的Carry 就是有他 和沒有他 差很遠 他帶給利物浦的影響是很大的 但也無可否認你這一兩屆 或者自從 被迫福特那一刻 弄傷 重傷完之後 他的確是從 來沒有回復過自己100% 最佳的狀態 上屆其實叫做挺好的 但今屆似徵戰頻密 或者上屆取完一輪 再加上世界盃之後 其實雲迪克之前都說了 就說我不是機械人了 我每三四天踢一場 每三四天踢一場 其實保持住 可能他從來沒有100% OK 復原的情況之下 只會影響了他的表現 還有有時感覺到 他有心無力 那個無力感都挺重的 但是如果你只計這場 雲迪克的表現 就完全是不合格的了 但不過利物浦就叫做 打到氣上來 就是全靠這一下 你可以說 剛剛要穿剛剛 也不知道是真的 那麼巧 還是怎樣 因為在比賽上半場比賽 尾段 沙加和阿諾 就有些爭拗 簡直是有些 港手的動作 看看沙加 可能 不滿之前 被利物浦一個球員 撒眼 然後就把這個怒氣 發洩在阿諾身上 就有些抽他的水 阿諾就不回落 再跟他有些衝突 這個也很正常 其實利物浦的主場 我不怕跟你吵 沙加辣著了TAA 也辣著了現場球迷的火 本身這場球如果你有看 我們這樣領先兩球 其實如果形勢又多好 利物浦一直都 靠那些場球 完全都做不到 很有效的組織 中場 牽達神 法賓奴 居迪斯 中斯 完全是被沙加 湯馬斯 或者 Jobbeck 下來的 傑西斯 奧特加特 是完全是壓制住的 利物浦完全 基本上是輸了整個中場 那這場球 又沒有早兩年 那麼有威脅的時候 想著這場球 還不是可以 破魔咒 搞定你 整場 眼飛路的球迷 阿諾無聲 大多部 即是你當時聽電視機 你會聽到很多 阿仙奴的 作客球迷 在唱歌 但是就是這個球 所以為何 加利仔賽後就說 當 球迷睡覺 就不要吵醒他們 但是沙加 這次跟阿諾的衝突 就是 Wook the crowd up 令到 沉睡中的 利物浦觀眾 球迷 醒過來 然後就 落力為球隊打氣 當然啦 伊恩胡麗作人 阿仙奴的名宿 不認同 加利仔的說法 他就說 利仔浦的球迷 就算不需要這一下 可能 只要利仔浦做回 一兩下 似樣的攻勢 都可以 已經是鼓動到 他們的情緒 也是覺得 有些結果論 就是 還有這個就是 沙加本身的 真性情性格 就是 你不可以 喂 有時反過來 沙加可能 在對球 很沮喪的時候 他的火又可以 反過來 幫到對球 反過來 打針就沒有兩頭來 就等於勇士的 Jaymon娟一樣 有時他 有些小學雞犯錯 小學雞發脾氣 令自己被人趕出場 令勇士會輸球 但反過來 很多時候 就是 譬如之前有一場 就是他輸 十幾二十分 Jaymon娟就專門玩東西 撩對方 Brandon Ingram 然後那場勇士 最後就 經過那個衝突之後 就越打越好 然後最後反擊 所以 只能夠說 就是 你不能輸打贏要地 接受這個球員 只要他的火 只能夠用在 可以增加到自己的隊伍方面 但是 這一下 好不幸 他那個火 發完之後 似乎因為我們不是主場 幫了他 反而就是作客的利入浦 這也是我覺得 不能夠否認的事實來的 我會覺得 真的是 這個爭執 令到利入浦的球迷突然之間 回復精神 而他們的回復精神 亦都有助 推動到利入浦的球員 想在半場前 去爭取入球 給主場 支持他們的觀眾 那就是看到這個球 拿完王牌 一人一個王牌 跟著沒多久之後 利入浦就真的追回 1比2 這個球 看到其實本身 那個人數 上面 是夠的 你說這個球是不是防守出現了很大的漏洞呢 我又不會這樣形容的 入到禁區之後 其實大家對的位置都對的 只不過早打出這個球的時候 Kindersen 根本就 本身上攻門 但是有些撻 但是有撻著落到尾袋 這些球 進攻球員的反應 多數都會比防守球員 尤其是 沙拿的速度 靈活性 都一定是 加比爾為高 所以有些人說 加比爾這個球不夠警告 我會覺得是 Better Offenser 又或者是這個球 這個時間 剛好被沙拿 去撿到 Kindersen 這個漏洞 或者這個撻 尾處一射 就追回1比2 這個球 我會覺得是一個巧合 多於是阿仙奴的防線上 明顯的失誤 這樣比利入浦 半場前追回1比2 當然就是對於利入浦來說 球員的士氣 提升了很多 你看到利入浦之後 球員都很去好 很薄的 開始慢慢都有一些火藥味 我會說利入浦的 Physicality 今場球是 表現出來的 即是主場 例如上場對曼城 完全是 兩回事 我又覺得利入浦又未去到 矛 有些人又將 今場球 又怪落球證 身上 控制不了 比賽 我賽後 馬上寫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但當我冷靜地 星期一星期二的時候 看回 Playback 其實很多時候你阿浦那些球 是融的 但是 處於那個 邊緣的界線 例如 我舉個比較好的例子 例如 江拿迪 有一球 一下子 引下去 沙加 踩下去 很狠的 但其實完全是中了球 而他也 不是雙腳 一起 砍下去 飛下去 所以其實這個球 是吃得應的 沙加 吃下去 被人 鏟了腳 但是其實這個球 高拿迪 嚴格上來說 真的是沒有犯規的 高拿迪 是我自己心目中 這場利物浦 的 man of the match 稍後再說 高拿迪 如何一夫當關 但我只是想用這個例子 告訴大家 這場球 我覺得利物浦 又未去到 一個 矛的程度 反而是狠 似乎這種火 不僅僅僅限於 利物浦和阿仙奴 球員的一些衝突 或者角力 甚至乎是利物浦的球員 還有這邊的旁證 也有些衝突 看到羅伯神 突然中場休息的時候 就看到他很生氣 當時也不知道什麼事 之後出來就說有黃牌 跟什麼旁證 理論 但原來不是因為理論 吃黃牌那麼簡單 Dio 原來清楚看到 走過去吧 羅伯神沒事 無緣無故 這個旁證 請他吃雞翼 再看一次 羅伯神是不是很粗魯 對這個旁證 不是 但是突然之間他就這樣 啪出來 都蠻肉酸 蠻醜 所以這位旁證 夏斯迪卡斯 就暫時被暫停職務 直至這邊的竹種 和球證的協會 報告出爐 這樣才知道他 可不可以繼續 你問我的話 這個動作完全不必要 當時應該是 EQ低了一點 作為執法人員 這樣做就更加之不對 老實說 我想這件事 應該就不會 沒有首尾筋吧 不過現在 這些 細風日下 都真的很難說 但當然 世事總有人搶反調 那 Roy Keen 劍尼 曼聯的名宿 就在這裡說這個羅拔臣是 BIG BABY 就是說他 小小東西在這裡哭哭哭 被人批了小小就在這裡 媽媽叉叉 說他是BIG BABY 但是 當年 你堅尼 你不是也是 經常都圍著球證 你不是經常都追著球證來 更何況現在 別人被人開了爭 可能當年 如果堅尼 可能你也看不過眼 一夜請回 龐靜吃雞翼都不頂 你不是說我 我自己覺得 以堅尼當年火爆的性格 如果他這樣被人批爭 那個反應肯定 比現在的羅拔臣 Anyway 下半場 其實就沒什麼 受到這件事的影響 利益浦球員繼續 專心 去做一個 反擊反攻 剛才提及的就是 阿力山大阿盧 這場球 收入中間的位置 其實有助利益浦球 下半場是圍著阿仙奴 來打的 其中一件事 就是阿洛的特性 就是他 收入中間的時間 是多準 例如這些球幾下 他也收入中間的時間 可以再分給自己的隊友 再繼續展開二次的攻勢 另外這場球 你也看到利益浦球的換人 是比較 積極 比較進取的 阿仙奴就擺明 想跟你守到尾 下半場這件事 也是很多 阿仙奴球迷 賽後批判 梯平的地方 當然是結果論 如果你守到二比一的話 可能你就沒有這樣的 擴張 又或者反過來 如果迫搶 然後 比利益浦 化解到的迫搶 打人少 打人少 然後追回二比二 甚至乎是反擊的 可能到時又會說 阿仙奴球迷 一成不變 難得領先 二比一 難得領先 兩球 當然是守到尾 我自己 只能這麼說 阿仙奴下半場 就明顯跟上半場的 是完全不同的 立心 是想 縮後 首利 可能就覺得 阿仙奴今年 很多時候 去面對對對 對方收縮的防守 而Rishis 又真的是真的 因為今年 對著藥類 為何經常失分 就是當他們 先失球的情況之下 對方縮後了他的手 他們 不是說 攻得特別 銳利 勇猛 或者是有些 老輸拉歸的味道 但問題是 阿仙奴這場 縮後得離手 又做不到 中下游做的事 其實阿仙奴這場 下半場 幾次都被人打到 身後球 幾次都被人 去有些 突破的空位 人家也有些 相應的調動 例如 紐尼斯 後備入替 早達 紐尼斯 雖然 賣門那一下 就擺加制 但賣門以外 他的無球走動 或者他的速度 揣擾力 一定是大過早達 比阿仙奴的防線 威脅 其實就更加大 你說阿仙奴這場 下半場 是否真的 毫無亮點 或者球員的狀態 跌得很快 其實又不是 你看到 利物浦後期 又換入了泰雅高 泰雅高 完全完美地 我覺得 換進來 控制到中場 亦是拿回中場 雖然你看到泰雅高 有些暴頭 不是很爽 還沒去到最適合 但上半場 我說 阿仙奴 中場完全是 壓制住利物浦 因為利物浦沒有一個球員 可以停下來 中場慢慢踩 慢慢用 而泰雅高 正正就是做到 這件事 明顯他比 比基居迪斯中斯的級數 高很多 但是泰雅高 很喜歡 那一刻 不是在於 球員突然之間表現 差了很多 比上半場 當然有些是 譬如 馬天尼利下半場 反而下半場 我加球適合他打 反擊的機會 很多空間推 但是下半場 馬天尼利 就突然失去傳播 或者突然之間 他的視野 由上半場都很好 有出帥氣 下半場 一定會 倒下 投死推 似乎馬天尼利 我自己感覺上 他進步了 你看今屆他的入球數字 就知道 即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跟薩卡仔入球 叮噹碼頭 助攻其實他都不少 但是在一場比賽中 的穩定度 還是不夠 可能 這場就是最佳的寫照 上半場可以很神勇 但是下半場 可以突然之間 變身 成 第二個人 還有馬天尼利 也有些 可能順風 的時候 他會比較順 但是當受壓的時候 或者打一些逆境球 馬天尼利 都可能會因為球隊 那個氣勢有所減弱 而他自己的表現 亦都是有所減弱 其實本身 很快就應該有機會 被人打回2比2 因為下半場出來 不久 那麼那個球攻勢 賀鼎這下 是真的向前 踏的時候 就給祖達 剛好踏前了半下 半秒 他就踏下去 這個球只能夠說 祖達是 搏到這個12碼 但是吹佛 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 如果這樣不吹12碼的話 其實就某程度上 跟這場球 早一天 白禮頓 三仙分 被虛爾堡 踏中 不吹12碼 就真的黑了 老實說 就是我試其是非其非 那個球 最後 人家就道歉 一位給他出來道歉 跟白禮頓 說判漏了 但看完VAR 都可以判錯 究竟是甚麼玩法 但這個球 相對上來說 沒有那個球 踏得那麼明顯 但球證 亦都是有 判道 亦都是很難 去推翻 因為 你用VR看 真的踏到腳 沒有一個 証明是足以推翻 這個12碼 是不成立 但這個球 就要多謝 Sara 竟然斜出 連續 即是算搬矛的12碼 不進之後 這個12碼又不進了 Sara 已經是 連續兩個12碼 都射不中籠 所以難怪 高普 賽後都說 都會找Sara 去看 究竟 未來的比賽 如果再有12碼 是否由你 去處理呢 很搞笑的 值得一提 這個發生位 高普 不敢看這個12碼 但不知道 他聽到甚麼球迷的 著弱性 他應該不以為 這個球 他很開心地 轉轉後面 發覺那個球不進 然後 黑人問號 情況有點像 Nick Young的著名 Nick Young打胡人的時候 是不是對紐約人 射了3分 以為那3分 朗入 然後他還沒看到 那個球 跳舞慶祝 然後再看一看 發現那個球 原來朗出來 那張圖 那個GIF圖 就相當之 驚變 說回賀定 這場球 雖然 輸了12碼 但老實說 買單算 我覺得這場球 尤其是在應對 你又抱 那些兩邊的高球 其實可頂 都已經是做得 很完美了 正如Tactics Journal 所說的 他那些 跳頂的時間 其實是做得相當之好 而 今天 其實他都有幾下 都幾關鍵的難節 是做得出來的 所以我不會因為這個 12碼 又失 可能覺得 上天對二次 最關鍵的比賽 你拿紅牌 我拿紅 今場球 又輸了12碼 幸好就輸了12碼 最後不進了 如果進了的話 相信可頂 又會被人笑 又會被人變 但是 平心而論 今場球可頂 絕對 不是差 看下 看到都越來越 近方 但是想著 一頂 頂下 又好像 頂到到尾 對方有經歷過 紐尼斯丹 也不進了 藍斯道 又足夠了一兩下 但是去到86分鐘 最後還是頂不住 這個時候 阿仙奴 這個時候 其實阿仙奴 已經換了兩個 奧特加特 以及 耶穌仔 其實 這兩個都是前場 最能夠停球的球員 但都換走了 變成托沙特 以及 也挺令人意外的 基維奧 這位波爛的防中 其實如果是入場 老實說 因為傷了沙烈巴 如果不是傷了沙烈巴 就應該是沙烈巴正數 然後賀定就應該是會入體 奧特加特 但因為沒有了中堅的情況之下 一直順著移動 就變成了基維奧 但是 進來 不久 我打算 好保守 最後走過去了 這件事 你又想深一層 其實阿迪達 很多時候 都試過這樣做 今屆季初的比賽 或者上屆 有些保住勝局的比賽 都是這樣做 反而成功的次數 我想想想 其實都不少 但是不幸運了 去到這場關鍵之戰 就不成功了 但是你說這個波 是不是跟基維奧 又未必是 總之就是整體的勢 被對方按住來打 而你前面又沒有了兩個停球 好的球員 變成反擊的 第一點 你撐球下來 的能力 都有所減弱 反而你說如果抽起 薩卡仔 或者馬天尼 你其中一個 你留回 因為耶穌仔和奧特加特 有時 那些球都清了過來 因為耶穌仔和奧特加特 都很 會回防 都很喜歡 回覆自己的半場 如果他們多拿個球 反而再分給 薩卡仔也好 馬天尼尼也好 其中一個 反而可能創造到的威脅更加大 所以我想這個斟酌的位 就是首先 一 是不是一定要兩個 可以保住球的人 一起收光呢 而第二 就是有些球迷 可能質疑 其實如果你想拿贏中場 或者 控制好一點的 其實會不會換左身爐出來 會比較好呢 但我又不認同 因為你換左身爐出來 他的身材比較薄弱 二來就是 如果你只要他 在這麼受壓的情況之下 去搜球 其實他又 不太能夠發揮到他的功用 左身爐是 適合控制著局面 對著弱一點的球隊 可能後面換他出來有些勇 但現在你要去到最後 狂攻猛炸 你換個 又不是很幫你頂到球 身爐又不是很好 又不是很aggressive的 左身爐出來 分分鐘 就是幫倒忙的機會 是更大 比換基維鵝出來的 反而我自己會再斟酌個位 就是他原本想做的 第三個調動 原本想做的第三個調動 即是 第三個呢 就是 泰雅尼 因為當失言 2比2 當這邊的阿洛成功 輕鬆爆過了 都已經 一隊一防守 本身都已經 不好的伸身高出 這個漂亮 比 這邊 又是 阿基 阿基 真黑星的廢明爐又再次入球 頂入 史上英超沒有一個球員 被廢明爐 對阿仙奴進更多的球 這個球已經入到 他的 Non penalty goals 第10球 真的沒辦法了 整定了 廢明爐就是我們 阿仙奴的黑勝 不過好消息就是 他完季尾之後 就會離開英超 離開利物浦 以後就 不會再見到這個黑星 除非在歐洲賽場上 OK 但是想說的話就是 當時 鏡頭一轉二比二之後 就看到牆壁已經站了 太亞尼在 但是未換得撤進來 就已經發生了 剛才的慘案 被人追成二比二 所以當你看到 再拍攝 被換出的新真高 和阿迪達 都難以失望之情 甚至有些人 就吹到新真高 留下藍兒淚 哭 我覺得他是失望的 一定是 但是掩著臉 又不一定哭 但是總之這個球 是新真高衰的 但是撇除這個球 他是一對一防守 不吸力之外 你不能夠抹殺他 對於球隊 幫手的貢獻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抽清 當然 阿迪達其實都打算換的 他說仆街 但是沒有死球 即是等著換的 但是就是沒有死球 你要罵的 就罵阿迪達 不如你多做十分鐘 十幾分鐘 不要整個最後 你給塔利出來 五六分鐘 沒有意思的 如果是要 一早洞悉到這個弱點 反正中場都已經開始失勢 新真高的作用 開始在進攻方面 減退的時候 你又要立心守波 我覺得 有些 抵達 你又要 全軍退守 你又要想全力退守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換掉防守的猛獎 你留新真高在這裡 幹嘛 是不是 泰亞利又不是完全 不會進攻的 泰亞利反而可以幫你 在哪裏做些突擊都還可以 是不是 為什麼你不六十多七十分鐘 就放泰亞利呢 而要到八十多分鐘才 放泰亞利出來呢 所以如果要 如果給我 我是撞阿迪達 我就會撞他 如果是泰亞利 入到你 最後 雖然只有幾分鐘 但是他一下子 爆上來左手邊 都真的有點威脅 所以泰亞利 真的可以用多一點 最後 藥非藍絲道 保時階段 連續兩下神救 首先就是救了 沙拿這個球 改變了方向 散中的加比爾 速度更死角 都被他救到 簡直就是 今屆可能英超其中一個 最佳撲救 藍絲道現在 他最佳撲救應該是 上屆對李成 但這個球 跟上屆對李成 那個撲救 都是近上一籃 接著就是 高拿迪近門頭 頭鎚 小小撻撞 也是被藍絲道 飛到盡 再撲出來 這兩個球 絕對 有條件 令到利物浦 由輸2比0 變反勝3比2 但為什麼這場球 這麼奇情 就是在於 最下一刻 我們都有機會反勝 就是當 那兩個黃金參試 都不進 然後沙拿 得住加比爾 比加比爾 濫跌了 當然我看到有些 球迷 是12馬里的 但你問我 我自己覺得 他又沒有出手 又沒有成這樣 的情況之下 沙拿我覺得 有一點放軟 身體 跌低 你可以不認同 這些觀點 角度問題 但 大家都沒有再爭拗 這個是不是12馬里的 你入口球員 或者另對高普 都沒有對於這個球 有很大的反應 然後 這一下 就真是陰功了 難得 三打二 這個球 馬天尼 你處理得好一點 你放過沒那麼直的直線 其實 絕對 薩卡仔 是有權 拿到 然後 將這場球殺死 那就真是再一次 絕殺3比2 今屆我們經常都絕殺3比2 對曼聯 對阿士東維拉 都是這樣 不是對阿士東維拉 是4比2 但打算今場 都可以吃過尋味之際 這個球 最後 馬天尼尼沒有人看管之下 被那球太大力 被阿里遜出來 撐走了 那就沒辦法了 這場球 都fair enough 最後 我角打半場好球 阿仙奴上半場 就是好一點 利物浦就是下半場 好一點 沒辦法了 阿迪達就真是害怕 你見到 你感覺到 阿迪達很多時候 都很有信心 或者是有 一切盡在我掌握的 感覺 這場球下半場 好幾次 打算去阿迪達 他的神情 是極度不安 極度恐懼 那 明顯看到 眼飛露帶給他的心魔 似乎 是消除不了 哪怕你說 播什麼歌 也好 聖也好 你看他領先兩球 覺得機會來了 飛雲 所以就想好穩陣 走過去 但最後 如意算盤 就打不響了 雙方只能夠 覺得一分 這場球 都說利亞普最佳的球員 如果不是江拿迪 其實下半場 阿仙羅 是否完全沒有反擊機會 不是 但是好幾次 江拿迪 下半場 關鍵的 攔截 都很重要 上半場 馬天尼尼 幾次對著阿諾 如取如葵 但是下半場 你看到 高普中場 又下了 要 做得更加好 因為這次 這個試驗 其實不是經常做的 阿諾收入中間 然後江拿迪 就補回右閘位 所以 上半場 玩了 試了45分鐘 下半場 行動得更加徹底的情況之下 你看到下半場 整天 馬天尼尼 都是對著江拿迪 就沒有那麼好吃了 每次都被人 最後是 飛到回來 包到回來 要贊 就是下半場 你說阿仙羅 是否完全沒有反擊的機會 都不是 但是有好幾下 都是被江拿迪 一夜叉 那沒有 大家評分抽息 就是一個 賞心悅目的大戰 結果對於阿仙羅 不是最理想的 但是 我也是這樣說 過程問題 如果反過來是利物浦 領先兩球 阿仙羅富裕橫抗 追回兩球 然後 拿回一分 可能你到時就會說 這一分 就是 之後可能贏到 曼城拿冠軍的關鍵 反過來現在領先兩球 被人追回兩球 你就會說 由三分變一分 失了這兩分 可能之後會輸給 曼城不敵冠軍的關鍵 無論如何是一個過程 結果如果一開始就告訴你 阿仙羅這場 能夠在 雅飛路拿到一分 可能你都不會 覺得 是一個 太壞的結果 再加上 考慮到我們近年 對著利物浦 作客雅飛路球場的表現 我這樣說 今場 踢出來的水平 踢出來的表現 是已經最接近 可以拿走三分 不過是 就差最後 十分鐘 當然你說計算 計算下半場的 驚險程度 你就會覺得 其實利亞浦 拿不到三分 也有一點 不幸的 所以大家都有一點 不幸的 這邊高普和阿迪達 賽後來個 籃籃 大家都有點 如釋重苦得利 有點失望的感覺 因為拿一分 有點兩敗俱傷 對於阿迪達來講 拿一分 下場的曼城 是不可以輸的 一輸就被人追至 去到同分 假設之後 大家拿的分數是一樣 曼城 似乎在 得失球上 現在也有 一定的 好處 你也看到 阿浦這場 拿了一分 現在29場44分 排第八 你說要爭 維拉第六位 就47分 還有機會 爭回上去 但如果要數上去 爭第四 現在跟曼聯打同樣的場合 但落後 給對方12分 只剩下9場 的情況下 再加上 紐卡數 另外一支 都是56分的球隊 近方 又那麼 近5場 全勝 其實 你也很難去打上去 我猜公譜 為什麼 要努力 車路士 對著阿仙奴這場 就是他希望 通過這場 希望可以 維持對阿仙奴以往 吃硬的 氣勢 再加上想打一場 試氣球 如果這場 贏到阿仙奴 可能可以重振 球員們的試氣 打球連勝 是最後 押上來 但最後就事與願違 最後也只有1分 但當然 作為後追的一方 對阿仙奴球員的士氣 雖然不可能有很大的提升 但至少不會 令球員散了 看看他們能不能 基於最後9場 有機會 撒上去更高的位置 至少拿回歐洲賽的入場圈 至於對阿仙奴球迷 或阿仙奴球迷 很多人就馬上說 糟糕了 這場球就 這場球 死定了 我們不用爭框桿了 其實之前 曾經說過 輸給曼城主場 或是之前 曾經試過 連續大意失分 輸給阿仙奴 等等 最後都頂得住 這次又是另一個難關 接下來的賽程開始 惡行 作客對完韋斯咸之後 接下來等的 就是曼城 白麗頓 劉卡素 作客劉卡素都很難聽 所以 只剩下9場球 我想每場球都應該要當決賽來踢 而對於下迪達來說 破不了這個魔咒 賽後被問到 怎麼看 他都說 我想他都經一事就一致 他說這場球就 交釋了我們 或者我們上了一課 就是 我們應該 replayed the way we play from the beginning regardless of the context and the result 我們要繼續這樣做 即是說一開始是對的 那個部署是正確的 不應該因為領先了兩球 而有所改變 或者變得更加謹慎 或者放棄了那個主動拳 這件事 其實阿迪達已經是半影碎了 覺得自己也有問題 奧特加特也說了類似的說話 我想 整個下半場的 那個direction 都是阿迪達去主導的 所以球員就 有些綁手綁腳 這件事阿迪達就難辭其咎了 以阿仙奴這個班底 他們這一刻 是toe to toe with 哥利亞 這個巨人 其實我也是所說的 一早已經是overachieve了 現在頭四基本上已經穩陣了 已經達成了我季初的營養目標 而作客眼飛路 我都說了 你阿嬌精神一點 這樣想 仆街 曼城作客去到利物浦 都是輸的 不過曼城 其實起碼沒有手 曼城 由頭到尾都是打回自己 那些球 而最後輸給利亞浦 就是輸給 賢瀉拿一個昂久的球 被沙拉轉身 OK 但是曼城 其實是真的保持著 整場跟利亞浦有攻有守 這件事就是 阿仙奴和曼城 不同的地方 但是曼城 那場球是全失三分 我們 叫做撿回一分 而兩循環對著利亞浦 我們今屆拿了四分 而曼城 只是拿了三分 都是多一分的OK 所以你說 真的這麼差呢 也未必是 放開 樂觀一點啦 應該這麼說 現在又未需要去到 很悲觀的時候 當阿迪達 或者阿仙奴 今屆的阿仙奴 帶了給大家無窮的希望的時候 稍微一點點的setback 我自己個人選擇 都是stick with the team improve with the team 一起去 繼續期待這隊阿仙奴 未來最後九場球賽的表現 也希望 阿迪達 這次真是 跟阿仙奴的年輕球員們 好好想保護一貨 當你作為一隊主場那麼強的球隊 而又 被你打出部署領先 的情況之下 應該 如何處理 今天的賽劉瓶 就到這裡 最後一個小小的預告 未來周末的聯賽 也有很大機會 阿仙奴作下位思涵的比賽 也是跟阿仙奴的 資深球米 阿仙奴的猛人 一起去做這場球的 聲音直播 好像也有一段時間 沒有去 合體 去做節目 敬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下集時間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typ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感谢观看